为了能够保障妇女的相关权益 市府卫生局持续推动相关的保健福利以及资源协助 包含孕产妇以及一般妇女多项健康检查 希望借此提早发现疫状来治疗 本周的桃园忙什么节目就邀请到了市府卫生局副局长陈丽娟 来到节目当中 要欢迎大家一起分享桃园的妇女福利以及资源 为了保障妇女相关权益 市府卫生局推出一系列的妇女保健福利以及相关资源政策 包括孕产妇以及一般妇女多项检查以及相关健康的促进政策 希望能够受到规律的产前检查措施保护母子健康 我们桃园呢我们有特别针对这些年轻的夫妻 我们还有做一些补助方案 例如说在第一孕期的时候会有母血糖式症筛检 这个是抽血的检查 那这个部分呢也补助每一胎就是2200块 那如果是双胞胎会再补助到600块就是变成2800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第一孕期就会去看说 这个小孩子的一个健康状况 其中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所补助的羊摩川市检查补助 原本而定补助是5000元 但配合桃园市健康幸福家庭计划补助 特别加码2000元 那这个羊摩川市的补助主要是在看 这个小朋友他有没有染色体的异常 基因遗传的异常的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他过去有家族死 或者是他曾经有生过异常 或者是34岁以上的一个孕妇 那有等等的适应症 或者是这一胎也有异常的一个筛检的一个结果的话 那我们就会医疗医师就会建议他来做羊摩川市 那羊摩川市呢 国家是有补助5000块 那我们有在多做补助 就是再加2000也就是7000 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在的女孩子有晚婚的情形 考量到31岁到未满34岁的孕妇 为次高风险族群 去年开始市府卫生局就推出了 唐室证筛检补助 以及产前产后的相关身体调理服务 详细更多的补助内容 不要错过本周六晚上六点 第四频道桃园忙什么节目 桃园新闻李明峰 桃园产品报道 竹园产品报道 桃园产品报道